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Unify制造业的单字 那制造业呢 我们在Unify的时候就有学过了 它就是Industry 那我们来介绍看看呢 制造业的在第二部分 它又举出了哪25个生字 我们看到第一个生字呢 叫Automated 各位可以看到auto当作自首 它都是有自动的意思了 所以Automated的就是呢 东西被自动化 东西呢或者是一个设备呢 它已经呈现了什么样的状态 通常ED结尾的都是表示 一个东西它是已经完成的状态下 已经具备什么样的状态 用这个ED过去分次来当行动词 自动化的机械化的叫Automated 来看看例句 The new plan for our factory 来我们的主词在这边 对于我们工厂叫for our factory 对于我们工厂呢 它的新的年度计划 S2是去做什么事 去install安装下 安装这个寿词叫the most up-to-date equipment 好寿词这么长哦 equipment叫做设备仪器 那这个the most up-to-date 这个是一个形容词 而且这个up-to-date 前面多加了一个最高级 叫做最up-to-date 也就是最新的最靠近日期的 也就是最更新的东西 叫the most up-to-date 好所以各位可以来用这个框框 来把这个句型做个分析 各位可以看到主词就是呢 new plan这一项新的计划 for对于我们的 factory工厂来说 动词呢也是单数哦 各位可以看到主词是new plan 动词是单数 再来你会看到to这个不定词 后面加原型动词是去安装 安装什么呢 安装这个后面这么长的设置 所以呢新计划 as to install the most up-to-date equipment 就是去安装这个最新的up-to-date 最新的这个设备仪器 好再来加上第二个动词become 这是我们第二个动词哦 become totally 他要装这个最新的设备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要become totally 想要完全的automatic的 他希望能够完全自动化 而且是in three years 在三年之中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主词 我们的主词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的主词在这里 他的动词有两个 第一个动词 然后呢第二个动词 用and做连接 所以各位可以帮老师 把这个and画起来 这个and呢 前后加了两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叫做as 第二个动词叫become 好所以他希望能够become totally automated 希望能够完全变成自动化 而且在三年里头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补充说明atm 来各位看看什么是atm atm呢我们知道就是自动的提领的机器 对提领前或者是转账前的那个机器 那atm其实他就是哪三个字的缩写呢 各位看到这个a 这个a就是你现在学到的这个生字 叫做automatic的 再来这个t叫做teller teller就是做这个说动作的人 所以他就是表示坐在柜台前跟你说明的那个人 叫柜员那machine是机器所以它是一个自动化 像柜员一般能够提供你资讯的机器叫自动柜机 好再来呢我们看到the most uptoday 这个the most uptoday呢这里有一个the most 这是它的最高级形容词 当各位发现这个形容词它是三个音节以上 像我们这个up today 它就三个音节了 u是第一个母音 t是第二个母音 day 8是第三个母音 三个音节最高级就是the most 叫做最怎么样的 所以最新的叫the the most uptoday 接下来install就是装进去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单字 第二个单字叫做comedy commodity 来老师再念一次 commodity commodity这个字我们在前面就学过了 它叫商品跟货品 它的复数perlural是字尾去掉y加上ies变成复数 好那这个单字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补充 另外一个生字跟它一样的叫做merchandise 来老师看一下我要找个位置 补充一下这个单字 它的同意字就等于它 我们在第四单元就有学过的 我们学过merchant merchant叫商人 我们把后面的ant改成merchandise 这样子也是名词就是商品的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英文例句 the significant drop in oil prices causes problems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crude oil is its main export commodity 好那我们看它的主词叫做significant drop the significant drop就是这个很重要 很明显的这个下降